这次副总经理的任命 是董事会认真评估做出的决定 当然 原本你也是人选之一 我落选 是因为我没有跟你太太和马夫人 在一个育儿群里 因为我没有陪你太太和马夫人 一起去上产后瑜伽修复课 你认为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真的会因为这种关系 随便任命一个这么重要的侍卫吗 那请你说服我 我现在就是不服 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 会逐步向母婴市场倾斜 我们的客户是大量的妈妈 还有准妈妈 你们俩的工作能力其实不相上下 但陈娇蕊是个单亲妈妈 你是个丁克卒 你说 面对客户而言 你们俩谁更具有亲和力 说服力 你们这是赤裸裸的身份骑士 陈娇蕊能做的 我做得比他更好 你以为工作能力是上司提拔的唯一标准吗 我以为工作能力是提拔的首要标准 你错了 走 你想 qued fondo人 明白了 吃苦受累的是我 得力的却是别人 说到底 你们更需要的是一个温顺听话 贤妻樑母型的副手 你确实应该学学陈娇蕊 她从入职以来 情绪永远那么稳定 从和你平级 到做你的手下 没有任何怨言 跟你合作得也很好 现在情况反过来了 小妍 你是个专业人士 你应该知道 怎样配合她 好好工作 只要我拿西娅工资 她就会尽职尽责 咱们家居然尽责 她不见得到 去订阅 大扇 在家里面 深乱 大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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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氏 大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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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死了 烦死了 我要去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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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人到齐了 我们开会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 是就新一季产品推广文案 讨论评估 萧经理 你先讲一下 好 是大医院的高材生啊 咱们社区医院怎么敢用呢 就错门了吧 你真想再转个盖 就是过渡一下吧 那也成 咱们这儿太需要高端技术人才了 那您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没有用人指标 只能外聘你 无限一经 我们是没办法解决的 工资嘛 你也可以想象 我们这几层机构 肯定不如你之前的意愿 你可以考虑一下 我可以接受的 那我从什么时候 可以开始上班啊 我们宣传运产妇彩妆 绿色环保安全 这是基础 所有公司都这么做的 但如果我们想要与众不同 要让客户一眼看到便记住 一定要有夺人眼球的东西 所以我们宣传语的要点 要简洁 直接 准确 我说完了 广告文案重点 简洁 直接 准确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在你的这个文案当中 恰恰没有展现出这些基本点啊 就是 我要记住我 这恰恰请不好意思 我也认识我 别忘记 这是我 我认识我 不准确认识 孕妇分为好几个年龄段 二十至二十五是一个年龄段 二十五至三十又是一个年龄段 三十至三十五 三十五至四十 四十家 产妇也分为 生的是头胎 二胎还是三胎 不管他们生的是男孩 女孩 由于激素的原因 他们的皮肤状态也不一样 任何一个产品都不会细化到 如此具体的消费去 所以在宣传文案上 我们需要寻找到最具针对性 最典型 最有普遍性的宣传点 对 点呢 所以说你们根本就没有找到这个点 请问你们团队当中谁生过小孩 你们的这个方案 最大的问题就是假 空 因为你们没有亲身体验 你们找不到客户的痛点 所以说这个方案 不准确 不实用 过于浮夸 必须重新修改 好 我们讨论下一个 把衣服撩一下 听一下 你这个肺部有失落阴啊 得拍个片子了 这小医院能拍片吗 去大医院吧 别耽误了 赶紧去吧 我不想去大医院 那人太多 都是病人 没病也被传染了 可您现在肺部的失落阴已经很明显了 必须要去大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 你这大夫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真是的 我换个大夫啊 走 走 走 大夫啊 您帮我开点药吧 老先生 您是那个莫大夫的病人 你要找我看的话 这 这还得重新挂号啊 你们这什么破医院啊 不看了 咱们走啊 走 走 走 莫大夫 莫大夫 您原来在那个市医院是哪个科来着 不是儿科啊 大夫 肚子好疼 给我开点药呗 哪个行业产品能细化到那个程度啊 那些大牌的护肤品 不都全世界通用吗 分得那么细 厂家怎么生产啊 我跟你说啊 他就是故意的 老大 陈娇蕙抢着你的副总位置 你就不该忍 现在他都算进尺了吧 我提议啊 咱们向总公司实名举报陈娇蕙 要不然真没法干 我一直在想 陈娇蕙指责我们那些话 不是没有道理 我 还有你们 确实没有人生过小孩 当然 颜值它是 我就更生不了了呀 我们也没有人带过小孩 所以客户的痛点 或许我们真的没有找准 不是老大 你听他心口开河呢 谁说做母婴产品的就应该生个孩子 批评人多简单呀 说得那么抽象 你让他给我找一个痛点试试 虚心一点 过去 我们没有对手 案子怎么做都会过 可现在有人盯着我们 十分的项目 必须做到十二分 真是好事啊 行了 别埋怨了 今天咱们加班 一会儿 每一个人针对研究一个客户群体 好 好 好 干活去吧 我看你刚刚在会议上反映了有些激烈 我希望你不要带有什么个人情绪 就是乱事而已 陈总 这个项目很重要 如果因为私人问题 而影响这个项目的进展 对你和你的团队 都很不利 你是在威胁我和我的团队吗 我想请问陈总 我有什么私人问题 会影响到项目的进展 就事论事而已 明白了 没什么其他事情 我工作去了 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的话 随时跟我说 我会给予你最大的支持 谢谢 不客气 毕竟没有你 我也不会走到今天 您谦许 加油 期待你的新方案 莫大夫啊 咱们社区医院和大医院是不一样的 大病不会到咱们这儿来 来的都是小毛病 不就是吐个方便 吐个路径吗 要是把病人都赶到大医院去 那咱们这儿该关门了 您说的是今天来的那个老人吧 可是他肺部确实有杂音啊 我是担心他肺部感染 如果随便开点药 把病耽误了 这可是要出大事的 去不去大医院 那是病人自己的事 该开的药咱们就得开 我说的你还不明白吗 明白了 那就好 老大 老大 我想请一个小时假 假留点事 让你查的资料都查完了吗 都查了 已经发你邮箱里了 给你五十分钟 好 好 柯 就知道你在吃拉里吃饼 不是 我这图方便 略哥 尝尝那个 这小子可以啊 我这先走了 你干吗去啊 大菠萌只给了我五十分钟的时间 现在还剩 二十分钟 我得飞走了 走了 突然想到 还有一个人跟你一样一样 雨光喝饮料 吃点东西 这是你做的 尝尝怎么样吧 都吃了 别浪费 打起精神 继续加油 加油 进来吧 陈总早 萧经理早 这是我们细分过目标客户群体 和对售产品之后 重新做了一批新的文案 你看看 你怎么办 昨晚加班了 辛苦了 应该的 我这来不想做 你们团队很认真 也很辛苦 做了十二分 但很可惜 一分都不能用 为什么 我不明白你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为什么要做十二分 真正精准的只有一个 你们这批文案 和之前表面看似有所变化 其实本质上根本没有什么区别 能说得具体一点吗 要我说得那么具体 那还要你们做什么呀 你们团队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 你们中间没有一个做过妈妈 你们也不想成为一个妈妈 你们对母婴产品的属性 根本就不了解 你们也不细于了解 你们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 单身贵族 就以你们现在这种心态 怎么可能做好一个 母婴产品的推广文案呢 你笑什么 喂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过去 我去开个会 这个案子你们抓紧做吧 下周一开会一定要确定下来 我向您接 hindsight 你提高我 你不妥承大 你不妥承大 陈娇蕊啊 简直不是人 他真的太过分了 疯狂打压大魔王 我们也跟着招罪 以后啊 也加班加点 都是常态喽 报应 其实大魔王这人吧 挺好的 你能不能别跟我提这两次了 大魔王是善的 好 好 好 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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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吧 我现在特别理解你受的罪 你前妻呀 简直就是个戏精 这扮猪吃老虎简直就是一绝 这一开始啊 跟个小梅羊似的 天天躲在厕所里边哭 忽然之间就黑化了 恨不得把大魔王一口给吃了 现在我们大魔王呢 是小梅羊 是小梅羊 你前妻呢 其实就是个大灰狼 你怎么能别再废话了呀 他吃饭还堵不上你嘴啊 你真正是小梅羊 听他们第一次 你肯定没有在体系内工作过 你当我们这种小医院生殖就容易吗 我们院长多大岁数了 在这熬了多少年啊 我给你讲一个道理吧 越小的地方人际关系越复杂 我那些亲爱的同事啊 真的就怕我穿权当院长 天天想法给我穿小鞋呢 你放心吧 我很珍惜这份工作的 而且我也在不听地监力呢 请蕊姐 请陈副总 谢谢 干了 恭喜蕊姐当上副总 恭喜蕊姐 好吧 今天高兴 你们多喝点 谢谢蕊姐 谢谢蕊姐 我不在的日子 辛苦你们了 不辛苦 想办叉叉他们走的时候 该拿的补偿都拿到了吧 嗯 那就好 咱们这个团队 别让我不担心 就他俩 没心眼 不会保护自己 他们走的时候没怪我吧 这怎么能怪得着你呢蕊姐 蕊姐 对啊 如果我在的话 这个团队一定不会结散的 蕊姐 来 吃下 萧嫣对你们怎么样 萧嫣姐对我们挺好的呀 是吗 蕊姐 我们一直等你这一天 等了好久 咱们这场翻身仗 打得实在是太给力 太解恨 太痛快了 敬我的偶像蕊姐 干杯 干杯 敬蕊姐 你们俩呀 我应该敬你们 我们的这个团队 有你们的一份功劳 干杯 谢谢蕊姐 干嘛这么散啊 我说没说过不来啊 这大半夜的逛街 有毛病吧 多个大个事啊 不就职场上 没遇到点小挫折吗 你忘了你是谁了 战无不胜 共无不客的硝烟 震坐起来啊 董事会选举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董事 都投陈娇蕊 知道为什么吗 这样用问吗 这不是因为人家会察言观色 会拍马屁啊 还会讨好大股东老婆呗 你会吗 我这种人啊 就是典型的 领导会利用 但不会重用 他们用我 是因为我有才华 有憧憬 肯吃苦 会公关 试园猛将 但要提拔我 让我进入管理层 他们就要犹豫了 陈娇蕊 的确 会察言观色 和董事会重要成员那些亲戚 也走得很亲近 他会让领导觉得 他能够亲近 可靠 是自己人 你才提高 他也要谈 是谁 要恢復的 他也要在哪里 你还要运溃 他就要去 这种热情 我还要保证 他用心 一定要铁石心肠 记住没 我倒是个职场老人了 我怎么会犯这种逼迹错误呢 你还不是被惯的 你看你 以前过得太好了 上司也宠你 业内也夸你 所以啊 变得这么傲慢轻敌了吧 温水煮青蛙 就是你这种典型的案例 输就输在你 没有遵守最基本的职场规则 你一个从来都没有工作过的人 职场法则说了一套一套的 我这生了孩子也成了孩子奴了 这不是我的名人名人吗 是啊 我忘了 真是 假如生活打了你的脸 该选择卧薪肠胆 还是立刻打回去 先介绍一下 集团的大股东马总 今天跟我们一起敲定 下个季度新产品的推广方案 先请马总加讲 说实话 我这个人啊 不懂化妆品 但是我太太感觉呢 国产品牌能够和进口品牌 比一比 拼一拼啊 我太太也觉得 脸上很有面子 我看了几份文案啊 我感觉 确切地说 是我和我太太感觉 陈总的这份报告 比较务实 很能打动消费者 那我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好 以传统文化底蕴 打开孕产妇护肤品市场 郭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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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那我儿子高上部队 麻烦你给看看 莫大夫是三家医院的儿子专家 你今天算是有福气的 赶紧 好 麻烦你给看看 孩子烧了几天了 三天了 昨天晚上都退烧了 今天又烧起来 吃药也不管用 你赶紧去大医院吧 给孩子验个血 拍个胸篇 给到时候转肠肺炎了 大医院多远 我儿子现在发这烧 怎么过去啊 交查干人怎么办 您不是大医院口专家吗 妈妈你给看看呗 孩子都发了三天烧了 你还先路远呀 验血拍片子 咱们这社区医院 没有这些设备 你明白吗 行了 赶紧去吧 别耽误时间了 快去吧 去啊 一点血维机往回退 什么专家 来来来 以上就是我的文案 我赞成这份报告的观点 我们中华传统的母亲形象 是温柔的 善良的 温暖脸 所以我们的母婴产品 无论是从特色到宣传到包装 都应该走这样一条 回归传统的路线 我先说这么多 大家一起 这是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谢谢马总 我也觉得陈总的这个文案 很现实 很走心 接地气 我同意 马总 抱歉 不好意思啊 我呢 还是想听听萧嫣的想法 萧经理啊 你的文案我也看过了 很时尚啊 但是我觉得不够接地气 也不太符合我们中国的国情啊 马总 您先别着急 您不是还没听萧嫣怎么说呢吗 听她把话说完 您再做结论也不晚 是吧 萧嫣 你还是说说吧 我手中两管口红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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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柔和 一个艳丽 我想请问马总 您认为一个妈妈 会选择哪一款 这是在街头 一位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 她选择的 是艳丽款 这是一位陪着自己女儿逛街的 中年母亲 她选择 依然是艳丽款 我们团队做了大量的调研 得到的反馈和我们以往的印象 完全相反 我们以为 女性当她成为妈妈的角色 会更趋向于平和和保守 而事实恰恰相反 当下的中国女性 不管她的人生在任何一个阶段 她向往时尚和美的心 是不会变的 我们的产品 要征服当代妈妈 就要击中她们的心 我认为 现代意识和时尚感是第一位 当然 所谓的现代意识和时尚感 也是要建立在 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基础上 这样我们跟国外的 同类型产品竞争的时候 才能有我们自己的 生存空间 我喜欢你的观点 如果我你不懂 雅 Sel周 你如果把自己的演员 你俩不比你正常 然后说什么 你不看了 我依然不看了 你俩所谓的 你俩用这些事 你俩应该不看了 你俩应该不看了 然而卷我 我们俩用手充日本 都不看了 我这边的时间呢 倒是没有问题 他们就不见得像我这么仁慈了 时间对我来说 从来都不是问题 又狂上了是吧 这不有您罩着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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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回去 重新整理 没听见 请问陈总 这份文案哪里不对啊 您能不能具体地列出我一二三来 这样我们才好改 您笼统地说不好 我们没法改 我看是萧经理把你惯的吧 这么明显的错误句子都不同 我告诉你啊 这个案子至少要改三遍 第一遍 给我文通自顺 第二遍 把重点写清楚 第三遍 把这个案子给我写出彩来 让客户看了耳目一新 眼前一亮 明白了吗 不明白 不明白 这份文案是按照您的意思写的 重点是您画出来的 您现在说重点不清楚 那我就请问了 我把您的画原汁原味地放在里面了 它怎么就不清楚了 不清楚的原因是什么呀 你想干什么 讨论问题呀 这要贫嘴是不是 不想干了就走人 爱上哪儿耍上哪儿耍去 我怎么了就不想干了呀 我觉得我很称职啊 瑞姐 延迟青春期发育不良 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我怎么都听了些发育不良啊 我真是 她就发邪火呢 你们都太怂了 一个个子这么人气 你这样吃亏的是萧嫣姐 娜娜和小权都离职了 萧嫣姐这边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陈娇蕊就是故意的 她把我们一个个子弄走 她好招新人 她知道我们都不服她 就她这种靠阴招爬上去的人 谁会真幸福的 瑞姐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和颜值一起 把这个数据报表重新统计出来 我和颜值 瑞姐 我和她不熟啊 也没磨合过 效率肯定低 姐姐 这块内容不归我和小杏官啊 颜值就更不懂啊 这些数据我们也都不熟悉 平时都是萧嫣自己做的 不熟悉那你就少做 主要让颜值做 好的 蕊姐 你告诉颜知 时间紧迫 你们统计完的结果 直接发到北京总部 明白了 蕊姐 干吗呀 你横什么呀 你就觉得你们团队最委屈是吗 他们两个打架 我们谁都不好过 说心里话 我还是觉得 萧嫣做了一点的时候舒服多了 最起码没那么多事 对吧 你也这么觉得了 估计萧嫣早记恨我了 大魔王不记仇 不像你们家那位 是啊 肖炎姐刚启动新项目 压力已经够大了 蕊姐还要让肖炎姐统计这个数据 什么数据啊 我看了一眼 特别复杂 我本来想帮着肖炎姐搞定的 顺便缓和一下和她的关系 可真是太难了 可真是太难了 什么呀 让我看看 你不会 别捣乱 你给我看看 说不定我会呢 你不懂 别跟着瞎掺和急着呢 好好好 别吵 别吵 我看一下 干吗呀 我试试 这个数据本来就不该延迟做 这是我准备月底亲自统计的 不管怎么说 颜值已经将错误的数据报告 发到北京总部了 这是你团队的失误 零由你来负责 你今天就买票 亲自到北京解释 挽救局面吧 我答应了季总 尽量完成项目 我知道肖经理想要急着证明自己 可是眼下的事情才是最为紧迫的 当然 你不处理也可以 那就让犯错误的人离开公司吧 行了 别说了 我走不就行了吗 你不就想让我辞职吗 那我现在就去 这报告是他让我辞职 你出去 出去 我买下我的机票 去北京 那季总那边呢 你打算怎么处理 我买下我的节目 方面 打算的 她让我去 辞职 在脚 belt 根本本本ula 就更把理智器 是 human 是英诚鸟 就赫Stone 回来 谢谢陈总 不客气 萧经理 被别人帮助的感觉 萧经理的体会应该比较少吧 慢慢来 会适应的 我忘不掉 又怎么能忘掉 你的心跳已留下记忆 却还有你 看到我总有什么 啊 啊 啊